基督教信仰是合理的信仰 大家好,我是大鸟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聊的就是一些所谓的上帝存在的合理证据 以及为什么这些证据它并不能够论证说有一位基督教的神存在 那这五个所谓的合理证据就是本体论论据 宇宙论论据 目的论论据 道德论据 以及历史人类文化学论据 首先我们来看本体论论据 对于本体论论据描述最完美的应该要算是神学家安瑟伦 安瑟伦说 人它是有一个绝对完美的这样子存有的概念 存在是这个完美的属性 因此它必须要有一个绝对完美的存有 但是这个论据它的问题就是 我们不能够通过抽象的思维来推论出一个真实的存在 我们可以有神这样子的观念 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够证明说神是客观存在的 那这一个论据也假设说 神存在的知识 它已经存在在人类的思想当中 人心才会想到要用逻辑来证明 那堪德他就认为说这种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也是有一些哲学家 比如说黑格尔 他就认为说 这个本体论是证明神存在最伟大的论据 那第二个要谈的就是宇宙论论据 宇宙论论据说的就是这个世界上每一样东西的存在 它都有充足的原因 它都有一个原因 它都有一个因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宇宙的存在本身 它也必定要有一个足够的成因 那这个成因呢 它一定就是无限的 是一个最伟大的 但是它的问题就在于 这种论据它并不能够带来一般的确信 哲学家周末他就完全怀疑 一开始他讲的这种的因果关系 堪德也指出 如果每一件事情的存在都需要有一个因的话 那么神也必然如此 这样子的话就把我们引进到一个无限的推理的轮回当中 就是说所有的东西它也有一个因 这个因就是神 而神也需要有一个因 那这个因又需要有一个神 那这个神又需要有一个因 所以它就会这样子不断的轮回 那第三个论据是什么呢 就是目的论的论据 那目的论的论据说的就是 这个世界无论在什么地方 它都有一种智慧 有一种秩序 而且是很和谐带有目的的 因此它就暗示着其实有一位 智慧的 有目标的创造者 而且它有能力去创造这样子的一个世界 堪德他认为说 这个是目前三个论据中最好的一个 但是同时他也认为 这个论据并不能够证明神的存在 也不能够证明有一位创造者 只能够证明说 在他后面是有一个伟大的工程师 设计了这个世界 不能够认证说 这个工程师就是基督教的神 第四个就是道德论据 堪德他以道德的定然律力来作为出发点 推断出必定存在某一位律法的赐予者和审判官 这一位审判官呢 他有绝对的权利来命令人 而在堪德看来 这个论据比前面所有的论据更有说服力 他在尝试要证明神存在的时候 主要就是依靠这样子的一个论据 这个也可能是道德论据比其他的论据更被人认可的一个原因之一 尽管有时候他是以不一样的形式来出现 尽管这个论据他的确指向一位圣洁公义的神的存在 但是他没有办法说服人相信有一位神 一位万物的创造者或者一个具有无限完美的存在 第五个就是历史人类文化学的论据 在人类的所有民族还有部落当中 你会发现他们都有对神的意识 这个从他们外在的宗教制度 你就可以看到了 既然这种现象是普世性的 那就代表说这个是人性的一个部分 但是他的问题就在于 如果人性很自然的会导致宗教的崇拜 那我们只能够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有一位更高的存在 而他在创造人的时候 在人里面放尽了宗教意识 但是这个论据的问题在于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去回应这个论据 说这种普遍现象 它可能来自于人类一位早期祖先的误解 他们误会了误解了 他们搞出这样子的宗教崇拜 那这里所提的宗教崇拜的制度 其实你发现到只有在原始的民族当中 是表现得最强烈的 而且随着人类文明程度越来越高 这些宗教崇拜的制度就慢慢的消失了 所以这种历史人类文化学的论据 它好像也是不能够存立 那如果这些证据都不能够证明神存在的话 那为什么基督徒相信有神存在呢 为什么我要相信有神存在呢 那现在重点就来了 其实基督徒不需要这些证据来证明神存在 我们对神存在的确信不是取决于这些证据 我们对神存在的相信 是在于相信并且接受神在圣经中的自我启示 这些证据它可以帮助我们更认识 并且加强我们的信心 但是我们并不会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 这些理性的论据上面 因为它是很危险的当我们尝试用这些证据去说服 非基督徒相信的时候 这些论据它都不可能有绝对的说服力 当我们说我们可以认识神的时候 其实我们预设了两个立场 第一个我们预设神是存在的 而第二个就是上帝已经在他的圣道中将他自己启示出来 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建立在上面所说的这些论据当中 首先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建立在上帝他愿意被认识的这个基础上的 可以肯定的是上帝比人大的要多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他 但是上帝已经定下旨意 要让人能够认识他 在以赛亚书43章10节 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 我所拣选的仆人 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 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 在我以前没有真神 在我以后也没有 当我们说上帝不能够被认识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说的就是上帝不能够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来行事 那我们其实我们就是在说他的福音的邀请是虚假的 所以所谓的不可知论认为说 我不知道上帝存不存在 你讲无神论也好 你讲有神也好 但是我没有办法肯定 因为我不知道 那这种并不是一种谦虚来的 不可知论不是一种谦虚 它是一种对上帝的侮辱 因为他不相信上帝能够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行事 所以首先我们能够认识神 是因为上帝他愿意让人来认识他 第二点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是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所造的 我们不是上帝 但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了我们 我们的人类对神的认识 不可能能够包括到上帝一些不可传递的属性 那些无限永恒不变的地方 但是我们可以以类似的方式能够认识他 上帝的形象持有者可以真正的认识他 马丁路德他说 上帝把他自己降低到我们能够理解的水平 然后把他自己呈现给我们 用适合儿童小孩子的简单的方式 使他在某一种程度上 有可能能够被我们认识 虽然人的罪人堕落败坏损害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形象 但是因为基督的恩典 我们在知识上得到了更新 因此我们可以认识上帝并且与他建立联系 第三点 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可以通过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来传达 上帝透过他创造的世界还有他的话语 使自己被人所知道 他通过这些话语在我们身上实现了救赎还有成圣 不是我们去发现上帝 而是上帝通过他自己的话语 让人有这样子属灵的辨别力 能够去认识神 因此我们可以认识神 认识神是可能的 因为上帝他愿意自己被人所认识 因为我们是他的形象样式造的 而且我们可以通过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 来领受对上帝的认识 虽然如此 有两点我们要注意到的 第一 首先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它是真实 但是不是完全的 圣经教导了上帝的可知性 但是圣经也教导了上帝的不可知性 伯克福他说 基督教会一方面承认上帝是不可理解的 但是另一方面也承认他可以被认识 对他的认识是得救的绝对必要条件 第二点我们需要意识到的就是 所有对上帝的真正的认识 是上帝主权恩典 对罪人的恩赐 耶稣基督说 除了父以外 没有人认识子 除了子以外 也没有人认识父 主要把他启示给谁 就把他启示给谁 所以认识神是上帝的恩典 人才能够去认识神 所以我们谈了这么多 我们看到所谓的这个合理的证据 他能不能够使用呢 也许他可以使用 但是他并不能够成为一个 能够使人相信神存在的一个 很好的证据 我们不需要去证明神的存在 就好像圣经也不是一本 证明神存在的书 圣经从头到尾没有去证明神存在 圣经是以神起初创造天地作为开始 而不是起初有一个神的存在而开始 所以全本圣经也是预设了神存在 并且借着这一本圣经 上帝将他自己挤示出来 所以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感谢收看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不错的话 你可以把它发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不错的话 你可以把它转发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 欢迎点击订阅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就下期见 拜拜 拜拜